对不起 主管 你听我解释 这真的是个意外 意外 你才是我的意外啊 我说云叔 你到底要怎样 你堂堂一个大学生 跑到我们超市来打工 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 不是的 主管 你听我解释 真的不是的 你去财务部 把工资结算一下 我们妙小 请不起大福 六小时之内 我一定给您完成 我求您了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即使是临时员工 无故解聘也需要提前通知 否则不符合劳动法 那你是谁啊 关你什么事 她是我老师 我是她老公 我求求您了 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一定完成任务 最后一次 绝对 最后一次机会 谢谢主管 谢谢主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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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